郭董好 委員你好 這個所有平鎮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董 郭台平 我告訴你 這個街坊很多的謠言在流傳 對不對 我相信最近這一個月 是我郭董最難熬的時刻 520 大家都說我為什麼跑去日本 跑去日本就是要躲國民黨的造勢大會 其實不是 我那三天閉門造居啊 我一直在想如何 找出一位對平鎮龍潭 最好的立委出來 這是我的職責 雖然這個侯友宜我民調輸他 但是我們會締造團結的形象 要締造團結 我就要找出平鎮龍潭 最能夠凝聚大家團結的呂毅玲 對不對 對 所以說 我郭董沒有選總統四小 但是我要幫地方鄉親 找出一個非常適合照顧我們鄉親的立委 好不好 好 這樣二話不說 等一下 如果 不是等一下 五月二十八到三十號 有接受到電話民調 唯一支持哪一位 哪一位 哪一位 如果你現在 在二十八到三十號 接受到電話民調 你還說唯一支持郭台銘 我就找你算贓 我的電話民調已經過去了 一切都已經乘埃落定了 但是我們要找出 真正為地方鄉親服務的好媽媽 好立委 好不好 好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這個萬丈高樓平地起 有人說 啊 讓年輕的去 來世代交替 沒有錯 可以世代交替 但是你要交替到對人 像呂毅玲這樣的好立委 你還要把他換掉 我告訴各位 樓層啊 比如說要蓋四層樓 你現在蓋到三層了 你要把他毀掉嗎 我講的就實在話 三樓大家都看得到 四樓要不要繼續讓他蓋下去 要 所以要讓他連任好不好 好 唯一支持 李玉玲 就對了 如果電話民調有接受到電話民調 唯一支持李玉玲的電話掛掉 可以去 你不要一張 不是紅海 因為我現在不在紅海上班了 但是股票是哪一張 去找勾子錢要 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講 講定了 五月二十八到三十號 三天 晚上六點到十點 大家可以唯一支持呂毅玲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團結 謝謝 謝謝郭董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郭董也來到我們現場了 接下來介紹這一位呢 不是別人